热场Alan比较适合 热场我特别不擅长 比较内敛 比较害羞 那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的粗略的介绍一下 因为大家对你不是很了解 觉得是神秘嘉宾 GoMix很少出现一个上半年能够赚大钱的人 那么抓住两波 第一波是Alan非常厉害 在今年的1月份我就跟Alan聊天 那么当时澳洲股市是7000点 7100点 大家猜一下Alan是在什么价格做空的澳洲股市 能方便说一下吗 7100点 当时Alan是做空 并且做空的量很大 可以说是澳洲的应该没有认为 没有人有你做空的这么多的一个量 所以非常准 当7100点澳洲大盘的时候 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感觉的 但那个基本上是最高点了 对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到了7200点 7200点 7200点 然后跌到哪里才卖掉的 本来指营位置是设在了5900点 但是没有等到 等到6100点就走掉了 从7100 对7100 一路做空做到6100点 对对对对 我认为是非常厉害的 第二波进场抄底是什么时候进的 第二波抄底的话是标普2400的时候 两千 两万四 2400标普 对 对标普五百 因为它是最低的时候打去了2200 朋友可能大家没有概念 因为对美股不属性 那是几月份的事情 三月份 三月基本上是全球股市最低的时候 跌得最狠的时候应该差不多 所以今年我们邀请了我们同事 Ellen从以前都不太露面的神秘嘉宾 对没错 今年表现异常出彩 先是做空 后是最低位抄底 都是运气 太贤虚 都是运气 就喜欢这么谦虚低调 那今年的陆陆续续 实际上就在GoMarket已经很久了 是的 那今年的就是因为陆陆续续的 对吧 然后因为自己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想的就是走到前边 对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接触一下大家 所以呢 就陆陆续续的 对吧 然后有跟Mike去要求 对吧 有跟领导去反应 希望说是自己可以从后边陆续续往前走 那当然Mike跟领导的非常非常认可 对非常认可 给了这么一个机会 对 也能看到这个结果嘛 因为做金融其实很简单 大家对我们就是说 你平时努力啊 其实不看中这个 我们做金融很简单 就看结果 相当现实啊 非常现实的一个 相当现实啊 所以各位听众 如果是有这个 有自己孩子啊 女孩子尽量不要学金融 太现实了 是不是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 未来一到两个月 我觉得非常关键啊 所以说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直播活动 对 给大家提示一些风险 因为呢 现在很多人还没有进场 那么大部分的人呢 已经在市场里 在这几个月赚到钱了 那么究竟是去是留 还是说继续追加投资 我认为就非常关键了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 对吧 我跟Jacky站出来PK 对吧 通过讨论的这样一个模式 对吧 希望可以 还是可以帮助到大家 让大家听一点 不一样的想法 对吧 听一点不一样的见解也好 对吧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还是 那我们代表的是 80后和90后的PK 还是说 仅代表个人的一个PK 仅代表个人吧 对吧 我觉得以我 以我这种 轻如红毛的这种样子 我可能也代表不了80后 就是我们俩会在观点上 有很大的一个冲突 对 这个冲突呢 在很多投资者看来是机会 因为我们背后代表的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投资理念 对不一样的声音 对对吧 是的 所以说我认为呢 GoMarkets在这一点是很好的 就是说我们自己都是炒股的 对 我们自己也做交易 对 不是说大家就是学学书本上的东西下降 没错 对 我们怎么说GoMarkets一直强烈就是对吧 我们坚弄命包 对对吧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是 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优势 对吧 那怎么说 还是话说回来嘛 就是因为大家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对吧 大家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一个事情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是对大家有帮助 是的 对吧 我们还有两分钟正式开始啊 现在还是一个热场 那么上半年到现在呢 全球股市基本上是一个微型反转 没错 没错 那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具体的股票的推荐啊 对 那么现在因为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宏观的先问一个问题啊 问一下Ellen 因为Ellen很少露面 是 我们专业呢 不问私人问题 专业上来讲的话 那么未来中国澳洲和美国三个国家的股票 我们华人呢 其实都可以去投资 没错 那你认为我们的重心啊 应该是在中国股市还是美国还是澳洲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 美国股市会继续跑赢澳股跟A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对吧 这么高 我是这样 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我觉得A股的话呢 在接下来的 大概在三年之后 或者五年之后 我觉得最好的价值所说是在A股 这是没有问题的 就时间周期很长 没错 没错 A股可能还需要大家再给多一点时间 给多一点耐心 就像恋爱一样 现在刚刚开始有感觉 是吧 离结婚还比较远 没错 因为大家怎么说 对于A股市场来说 我总觉得还像一个20刚出头的一个孩子 他还在一个成熟的时期 他在一个带成长的一个时期 对吧 所以对A股的参与者来说呢 我觉得大家还需要更多一点耐心 对吧 那么澳洲呢 澳洲简单概括一下 澳洲的话呢 我觉得在接下来 因为我是对美股一个判断 我觉得美股会走出一个新高 所以我觉得澳股的话 对吧 我觉得它还是有可能 再次占上6500 或者再次占上7000 对吧 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还是因为基于美股的一个判断 因为美股我觉得就怎么说 是全球股市资金的一个风向标了 对对 对吧 我是这样子认为的 Jacky呢 我的看法差不太多 就是中国呢 大家可以有 但是呢 目前当下这一到两年 或者一年内啊 我认为最好的价值挖地还是澳大利亚 因为美股现在已经跑得太高了 我们可以适当参与 选择一些领先的行业龙头科技股 那么澳洲的话 我们寻找价值的挖地 随后到来的呢 就是资金啊 就会随着这个某一类股票的价格的蜂拥上涨 那么大家呢 觉得恐高 恐高之后呢 资金已经是在股市里面进来了 我认为不会轻易出去 哦 对 可以 嗯 就是说说到底资金最后还是去追求一个性价比的结合 性价比非常重要 对对对 那么我们基本上就是8点了 那Alan接下来就给大家做开场 准时开始啊 准时开始 不是开始吗 开始吧 开始开始啊 啊 各位在电脑前边跟手机前面的朋友大家好啊 我是GoMarkets的小学生Alan 啊 非常欢迎啊 大家来加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次的直播 对吧 那我身边的这位呢 我相信 对吧 不用过多的介绍 大家应该也知道 对吧 这位就是风流气场的帅哥啊 是吧 就是极美貌跟智慧并重 英雄与狭义的化身的青年才俊 Jackie 主要靠运气 主要靠运气 运气好 今天呢就是因为是我们GoMarkets公司的第一次的直播了对吧 对 首先 对 希望呢可以通过直播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吧 希望可以通过Alan跟Jackie这样子一个探讨或一个观点的碰撞 为大家提供 关于股市的一些资讯 对吧 还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今天的直播内容呢 主要有三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对于一个时事乐点的一个评论 第二部分呢 就是关于当下四支股票的一个评头论组 对吧 然后第三部分呢 然后会是一个你来提问 对吧 我们来答的一个环节 好吧 那这里呢 这里有就是最火热的市场资讯 这里呢 也有关于股票的一个怎么说 攻击谩骂 甚至是殴打 殴打 第一点呢是公司的安全性 那么第二点是资金的安全性 GoMarkets呢成立于998年 已经是22岁了 90后98年 出生的 那么后面呢就是我们的风险提示啊 我们的投资策略和这个推荐 都是基于一般性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对股票进行投资 分享以及建议 但是呢 我们不会对您家庭的一些财务状况 毕竟我们也不是您的先生 也不是您的家人 对吧 所以我们是general的 比较宏观的一些分析 一般性建议 一般性建议 资金的话啊 就是大家的资金呢 是放在托管银行账户里面 那么这个账户的资金 是和GoMarkets的运营资金 绝对的隔离啊 不可能是公司和客户的资金 相串联 所以说呢 资金安全和公司安全是100%保证的 对 那在这个神圣而又庄严的这个风险提示 对吧 跟资金安全提醒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这个话题 是就是从上周开始 在中国特别火的一个话题 我相信大家肯定也是从朋友圈 对吧 从微博 对 或者从网上任何一个角落 大家可以听到看到 甚至是闻到 闻到 闻到 没错 这个味道有点重 这个味道有点重 对吧 那当下在中国最火的呢 就是一个地摊经济了 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 没错 地摊经济呢 敲着骨 敲着锣 出面而来了 那针对这个地摊经济 Jackie有什么观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反应是有点饿了 地摊经济呢 我认为 就是说刚开始 第一反应是 中国要改革开放2.0 就是继续刺激内需 对 让普通人呢 有一个更灵活的创收的可能性 对 但是呢 深入想一下 我认为这个是不可取的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我是反对的 并且呢 我认为对国民的一个伤害 长周期来看更大 首先从几点啊 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鼓励咱们普通人 没有做过生意的朋友 去做生意 这个呢 失败率很高 失败率很高 五年前呢 我刚毕业在国内呢 六年前 那个时候大学生创业 万众创业 死得很惨的 2015年 2015年左右 对对对 五年前 那么现在呢 又是大学生 觉得没钱了 都破产了 现在呢 就是普通老百姓 去摆地摊 那你摆地摊就要进货吧 当你进了几万块的货 发现 大家不买 怎么办 是的 所以说呢 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呢 我会把钱存起来 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随意 随意摆地摊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们可能进货摆地摊 那么可能产生收益 但也可能产生亏损 没错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对谁不利呢 对那些有真实店铺的人 商场里本来就很冷清 还要交租金 但是现在呢 流量又被这些地摊的分走了 他们也很难受 是 第三个呢 就是对政府不利 对政府呢 是两个点 第一个点呢 是税收 我今天我卖地摊 我赚了一万块人民币 但我不交税 第二天的税务局来查 我怎么查 查不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个难点呢 就是卫生状况和安全隐患 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 什么蓝牙耳机呢 你几十块钱 几块钱 那个安全性 安全隐患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呢 我认为中国目前是不太成熟 就是直接推行这个地摊经济的话 那么对 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安全隐患也好 还有社会结构也好 或者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都会产生一点的负面影响 这是我对这个政策的一个看法 所以不支持 不支持 反对 我个人的观点是支持的 支持的 我个人的观点是支持的 上来就开战 对 没错 首先呢 我就是针对Jackie刚刚讲过的 对吧 这个税收的问题 对 那我首先讲说 政府既然推出这个政策来 政府理论上来说 我就理论上来说 政府的出发 跟这个初衷的目的 它就是免税的 这块税收 我觉得政府完全可以抹掉 或者说我对这一块 对吧 我既然政策支持你 那税收减免嘛 最直接的嘛 对吧 那像这个地摊经济的话 我觉得政府就是免税 这是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再一个呢 就是刚刚Jackie提到这个食品安全 跟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的保证 对吧 那我个人是觉得呢 现在的中国不是十年前的中国 现在的中国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 也就是说 那我出去吃东西 对吧 我有没有可能吃到坏东西 我当然有可能了 也有 但是这个概率 我觉得现在已经降低了很多了 那我买东西 能不能买到一个假冒伪力的产品 但是我现在想说 今时今日的中国 你去买东西 你只可以买到价廉的东西 东西是买的 价廉还不买 没错 没错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 对吧 我们不可能拿回二十年前的眼光来看 看现在的中国 那再有一个问题呢 我是觉得Jacky呢 对吧 可能作为一个90后 作为一个90后 就是太年轻了 体会不到中年人的一个焦虑 体会不到中年人的一个焦虑 那我刚刚在这边 对吧 就这边这个PPT 是我做到的 对吧 那我这边上面有说 上有政策的支持 下有生存的压力 对吧 前有娃娃的奶嘴 后有泰式的面霜 我必须要赚钱 那实际上我是一个 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 那有时候我会想 万一有一天 Mike 对吧 Mike 因为我的发际线太靠上 嗯 决定要捡我的工资 怎么办 决定要捡我的工资 怎么办 我当时想到没问题 我可以去开DB 我可以去开Uber 对吧 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的一个数据就是 在疫情之前 从疫情之前 就是疫情爆发了之后 然后到复工复产之后 对吧 北京一个城市 滴滴的司机师傅 多了37万 37万 多了37万 大家都在 没错 没错 我问了一下 在北京跟上海上班的一些朋友 他们讲说 自从复工复产之后 对吧 基本上不管是你是叫车 还是叫外卖 嗯 都是秒接 人太多 没错 嗯 没错 那这个情况 我说实话 怎么说 也是很简单的 嗯 因为疫情的冲击 对吧 我们很多公司 很多企业 他们可能会 裁员 嗯 或者是降薪 嗯 对吧 那我上周的时候 我有说到 就讲说 孩子的奶粉 嗯 跟奶嘴 是不可以省的 对 对吧 太太的红酒 跟面霜 也是不可以省的 对 唯一的办法 就是 都赚一点钱 嗯 对吧 都赚一点钱 那既然 滴滴 对吧 滴滴跟外卖 我已经没什么可选的了 嗯 地摊拯救了我吗 等我拿出 政府的这个地摊政策 我来去细读 中间的一些细节的时候 我发现 政府这个政策 就是为我这种 身陷 教育的中年人 良心打造的 嗯 这是政府的 对我 像艾伦这样的人 一种精准扶贫啊 嗯 对吧 有点小夸张 对吧 那我们常说 中年人 对吧 成年人的世界 嗯 没有龙业二字 对吧 那我觉得 中年人 是成年人当中 更难的一帮群体 更难的一帮群体 说出了心声 说出了心声 说出了眼泪 嗯 对吧 那我想说的就是 越过山丘 对吧 没有人等候啊 没关系啊 我还有我的地摊嘛 嗯 对吧 也就是说地摊经济 给了 我可能就是青年人 当然也有参与的机会 对吧 因为青年人 不怕失败 嗯 也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对于中年人来说 或者是老年人来说 我觉得地摊经济 政府给了政策 对吧 国家给了方向 嗯 是给了我们希望 嗯 是给了我们希望 给了我们一个第二 收入的一个可能 所以呢 那我是支持的 嗯 我是支持的 我觉得Alan说的是 有一定道理的 就是站在不同的年龄层段啊 考虑问题呢 Alan呢 更注重的是机会 没错 更看重的机会 所以呢 说对如果我们想要寻找机会的朋友 刚刚Alan的讲话中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一些投资的机会呢 啊 那我总结一下 我刚刚听了Alan呢 我现场总结 我觉得有几类是必须要投资的 或者是不受疫情影响的 对 Alan刚刚说了啊 上面写的 纯信用地摊贷款 这代表了什么 代表的是afterpay这支股票 对不对 从8块多涨到50多块钱 没错 没错 做什么呢 就是做先买后付信用贷款 那么还有呢 是底下的 前有娃娃奶嘴 后有太太面霜 那么A2奶粉这种 也算是刚需 没错 又是一支股票 对 对又是一支股票 对 那么太太的面霜的这些化妆量 保健品啊 或者是一些美容类的 那么在亚诗兰黛啊 咱们非常火 在美国呢 都是上市公司 对 那么这些都是机会 对 刚刚说到的 还有滴滴啊 或者开一些副业 那么澳洲来讲的话 我们呢 自己去开副业 不太现实 摆地摊也不现实 是 那怎么办呢 Alan 买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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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在结束了这个时事热点的这个讨论之后啊 那我们呢 就进入我们今天 对吧 主要的内容 也是我们比较擅长的一个板块 对吧 那就是今天呢 我跟Jackie 会跟大家分享 四支比较热门的股票 对吧 会分享四支比较热门的股票 那为了不让大家呢 离开 对吧 这四支股票呢 我们将会一一呈现给大家 那第一支股票呢 就是现在凹股当中 当红的一个炸死鸡 当红的炸死鸡 对吧 那他是 小鲜肉 炸死鸡 没错 他是王一博 他是肖战 对吧 虽然我一个都不认识 但是就是我就觉得他红嘛 就觉得他火嘛 那 Afterpay 最让我比较扎心的是 我看到两位创始人之一 其中一位 刚刚29岁 跟我差不多 跟你差不多 关于Afterpay Jackie有什么观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Afterpay 是非常妖娆的 那么最早关注 Afterpay 是在18年 18年的时候 我去购物的时候 就发现 每一家商店门外 都贴了一个小标 叫做Afterpay 我就上网查 这是干什么的 结果一查 吓了一跳 是先买后付 那就是澳洲的花呗 澳洲的花呗 澳洲花呗 那么我们知道 在澳洲申请信用卡 比较难 必须要有工作 那么信用卡的额度受限 第三个就是还款利息比较高 像我有一张 Amertis Press 美国运通的信用卡 年化利息24% 我跟银行借款 我还不如跟我爸妈借款 所以说 信用卡其实是限制了 海外老外的一些消费能力 以及限制了年轻群体 锁死了 锁死了 所以Aptay这样横空出世之后 他们对新的群体 年轻人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我可以花500块钱 或者多花1000块钱 我未来没有利息就可以去使用这个钱 只要准时偿还 没有利息 第二个就是它非常的灵活 那么你在大部分的商店都可以使用 所以说扩张速度很快 那么在18年的时候股价是第一次我观察到的是5块多 后来涨到20多 那么中间其实是有买入和卖出 但是在今年暴跌之后跌到8块钱 我没有敢动手 非常的遗憾 输给了恐惧 输给了恐惧 那么之后又从8块钱涨到了 今天又上涨 没错 涨到54块 54块 从8块 888778涨了7倍 涨了7倍 所以说我认为这支股票给大家带来太多的惊喜 那Alan对这个股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呢 那就是我实际上就是对这个Afterpay 那我觉得它这次上涨 我觉得是有三方面的提振 三方面因素的提振 那第一个就是美国纳斯达克整体的一个板块 对吧 因为我们会看到科技股的一个走势 非常的牛 从3月底开始非常的牛 那我觉得第二个原因 就是腾讯的一个入股 腾讯入股了 腾讯入股大概5%的一个股份 后续可能会追加 还可能追加 还可能会追加 但是不一定啊 但是现在还就是还没有 那第三个呢 就是因为Afterpay表现优越 对吧 再加上澳股当中科技股 很少 少之又少 对吧 他呢 有被纳入到名胜澳大利亚股指 就是把它纳入了一个成分股 我就在三个利好 三个重大利好的情况下 Afterpay呢 所以股票股价对吧 从8块然后冲到现在的一个50多块钱 多长时间 两个月吧 两个月涨7倍 两个月 想想就开心 虽然跟我们没关系 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走势吗 对吧 那我对Afterpay 实际上我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担心 我的担心呢 就是说 第一点的担心呢 就是科技股 现在是不是 已经有点 被超买了呢 意思呢 就是 在追高的可能性呢 就是我觉得是风险 是在逐步上升的 也就是说现在被高估了 有一点被高估了 我觉得有一点泡泡啊 甚至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再往下看一个 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那个一个估值的一个情况的话 对吧 现在美国的一个纳斯达克 对吧 我们知道今天 昨天有破1万 破1万 对吧 大概现在位置是在这里 现在这个位置呢 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 但是大家看回去 大概2000年左右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峰值 所以呢 我对Afterpay 主要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担心 科技股当年也是峰值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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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点担心呢 就是说Afterpay 对吧 增长 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那发展潜力 肯定也是 我觉得还是会继续发展 继续会实现一个增长也好 或者发展也好 但是现在它的股价 对吧 一 它的股票 一是没有分红 没有分红 对 二呢 我们从过去的两个月 三个月的走势 它是属于一个波动比较大的 是的 对吧 两个月七倍 我小小心脏 我是不是可以承受住这个波动 我是有这方面担心的 我是有这方面担心的 那再就是呢 从最后一个角度 就是说 我从技术图表上来看 对吧 然后我们翻回今天这张 现在 对 这张 然后像RSI这边 对吧 一个技术指标 我看到今天的话 已经到了一个75 是不是还适合一个追涨 我个人是持一个 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的 就价格 现在已经是被炒作的 高估了它的价值 没错 并且已经把它未来的成长性 考虑在里面 有一点透支 透支了 有一点透支 到了两到三个以上 相对比较有经验的人士的一个确认 我们冷静下来想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能会 我觉得放弃它 因为我冒着它从50跌到25的风险 那我何必要等到它涨到100呢 它涨到100我觉得挺难 但是跌到25块 我觉得很容易 没错 那么科技股的话 要不要再稍微多介绍一点 这个 科技股 对 因为我的感觉 就是 Ufterpay在基本面上 未来预见的 就是更大的一个竞争 腾讯的入股 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 现在呢 大家用了腾讯的产品 除了游戏赚钱 腾讯没有太多赚钱的东西 对 其他好像是一个布局的阶段 对 那么它现在摸索到海外的一个支付领域 对 那么就是为了抵抗或者是拓展 被支付宝打压的这一块市场 那么像海外还没有开发的 华人或者是老外的市场 用它的一些优势去拓展海外市场 对 这是它的未来一个战略布局 对 但是呢 8块多到十几块腾讯是这个价格入的股 对 那它现在赚了4倍到5倍 有没有可能撤股呢 我觉得是没可能撤股的 因为战略布局 没错 没错 那小马哥对吧 小马哥的公司 或者说小马哥的团队 眼光还是非常毒辣的 那选择在十几块钱这样一个价格 对吧 选择来去抓 澳股当中的这条大鱼 我觉得非常的巧妙 那总结下来说就是 阿特费 对吧 或者说澳大利亚的这个科技股 没问题的 它赚钱能力在 它的发展一个前景也在 对吧 唯一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的价格 太高 太高了 敢不敢做空 不敢 做空也不敢 做空也不敢 做多也不敢 那就怎么办呢 等啊 只能等 没错 没错 因为我个人还在等美股的一个第二只奖 我一直在讲着我这个观点 对吧 因为我已经怎么说 刚刚开始说我讲 我第一次我激进 第二次我还激进 对吧 第三次的话 我可以等 这是我现在的这个态度 那你认为 AFT PAY涨到什么价格是不得不抛 如果我现在还有 或者我是进场价格是40块进的 我现在就赚了十几块 那我是走还是不走 我觉得可以走一半 走一半 对我就是对于有AFT PAY的一个朋友 对吧 我可以现在走一半 现在走一半之后呢 另外一半 我们可以继续观望 对吧 我们不会错过 还是很中庸的回答 没错 那再一个呢 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在有一个风吹草动 我们另外一半 我们及时再走掉 我们一样是赚钱的 对吧 我们求的是一个稳 对 我们不是求的我们正确 我们求的一个稳 其实对于科技加金融 那么AFT PAY做的是这个行业的事情 对 但是就是Jacky你刚刚说到这个科技加金融 AFT PAY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的问题 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监管 现在还没有明确对他的监管 没错 那在接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监管可能是对AFT PAY 对吧 如果是一个比较严格的监管的话 我觉得会很大程度上 AFT PAY的股价 遭受一个比较大的向下的一个压力 嗯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的 那基本上就比较确定吧 就是说现在没有朋友 咱们观望 好 不要一直追高 对 那么有的朋友呢 可以慢慢选择离场了 对 想做空的朋友呢 还要等一等 等到美股啊 开始出现拐点 往下走 没错 没错 那我们聊完这个科技股啊 对吧 那我们往下走 我们往下走 聊完了年轻人非常了解的一个科技股 接下来我们聊的这种股票 我相信就是中老年人的最爱 中老年人的最爱 卖个算数吧 我可能 我觉得可能80后吧 80后 80后之后的最爱 对吧 他们是中老年投资者的一个 掌中宝跟新头肉 哇 这个比喻 你应该知道 银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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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聊的这种股票呢 就是银行股 四大银行当中 大哥哥 CBA Common Wells 对 那关于CBA呢 JK有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CBA我对它黄黄的牌子 印象很深刻 因为它是黄色的是吗 因为我刚来澳洲 是14年的时候 刚到澳洲呢 我还是留学生 第二天做的事情呢 就是跑到CBA去开了个银行账户 我发现我所有的同学 基本上都是在CBA开的银行账户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就明白 在四大行里面 风险最低的呢 就是CBA 因为它的业务足够的分散 而最部分散的 我认为是NAB 因为它很多商业和国际跨国企业的一些 成对汇票 商业汇对 那么这些呢 如果是其中有一家企业违约了 那么它就面临着几十亿 连锁反应 连锁反应 而CBA呢 如果是一个个体或者一个留学生违约了 那也就是损失几千块 对 如果是一个房贷违约了 可能也就是几十万 不会有几十亿的那么大的规模 对 所以说呢 大家也看到了 从疫情开始呢 CBA的下跌幅度也是最小的 对 银行股里面最小的 最稳的 对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对它的一个简单的粗浅的一个看法 实际上就是对于CBA来说啊 那我个人方面呢 就是有几点担心的 有几点担心 几点担心 几点应该 对银行股不是很看好 不是很看好 没错 没错 很直接 很直接 在座我相信很多华人朋友 这里都有银行股 这个让他们心里很难受 对 我表达一下 因为我之前我有冲着去做空银行股 做空银行股 这个我怎么到的 对吧 对吧 我去做空银行股 那现在的话 因为我一没有它的股票 那我也没有它的空单 对吧 所以呢 我站出来跟大家讲 对吧 也是一般性的一个建议 对吧 那过于CBA呢 我就是有几点担心 第一点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房价 对吧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一到三年 对吧 或者是三到五年 我觉得澳大利亚的房价 可能面临一个向下的一个压力 是比较大的 对吧 会跌的很多吗 我觉得可能一个幅度的话 可能10%到30% 我觉得是有了 30也可能 30%也是有了 是House还是Apartment Apartment倒都已经跌了过了 跌10%是有了 百分之十几 从顶点的话 大概 顶点 就是今年呢 今年我没有关注Apartment House还能继续跌 我觉得House还有跌的可能 所以银行的资产 没错 是会一个缩水 会变成一个承压 我们可以往下看 然后一个 这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然后这边呢 就是悉尼 白色的悉尼 墨尔本 布里斯巴 还有Purse 一个四个城市的一个房价的一个走势 Purse最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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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我们墨尔本的一个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 在大概17年18年 房价见顶过一轮之后 对吧 有一波往回的一个调整 去年 对调整 那在今年呢 我觉得是又爬到了一个顶部 但是接下来往下 我觉得往下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为这个疫情的冲击 对吧 或者是因为这个整个全球经济的一个周期 对吧 我觉得往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要验证我对银行股的一个忧郁 大家可以看到 澳洲的大盘 对吧 从低点 然后反弹到6000点以后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概幅度 是30%左右的一个反弹幅度 对 但是银行股呢 大概只反弹了 我看了一下CBA 大概反弹幅度只有20%左右 对吧 跑输了大盘 跑输了大盘的一个反弹 那当然它存在一个对吧 我比较滞后一点 我所谓的一个滞后的因素 或者我存在以后 我补涨有没有可能 那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个反应 跟现在的这个数据跟信息来看 我觉得大家对银行的一个前途 还是比较担心的 还是比较担心的 那我想问一下 大家对于美国纳斯达克的股票 不担心吗 也很担心 那但是如果说 Jacky 那你让我衡量 如果说你让我衡量 CBA的赚钱能力强 我不考虑公司的 我不考虑公司的市值 我不考虑公司的PE 我只考虑 CBA的赚钱能力强 还是苹果手机的公司赚钱能力强 肯定是苹果手机吗 没错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两个让我担心的话 我更担心CBA更多一点 就是华人朋友 我一直在忽略一个问题 就是说投资股票的时候 大家首先考虑的是 它大 它倒不了 没错 但是呢 其实上它倒不了 但它待死不活 是这个感觉吗 这比较难受 比较难受 对吧 就是一点点亏 看不到希望 对 我们既然杀进来这个市场 对吧 那我们当然是最好的前提 就是求稳 求我不输钱 那第二点就是我再去赚钱 对吧 那CBA好的地方就是 它 从之前的数据来看 是维持一个6%左右的一个分红 一个派心 对吧 那银行股在接下来之后 它会面临一个坎西的一个可能 降息 降息 没错 但是它降息之后 6%降到4% 我可以接受的 对吧 以限制这个市场环境 4%的收益 我觉得不错的 那再有一点就是 4% 我觉得如果分红派息还高 2% 我觉得2%的派息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银行可能不开心的 今年好像不分红 不分红 对啊 CBA我觉得应该会分红的 分一点 我觉得会分红的 那就2%打算了 所以说 那CBA你说有没有买的理由 我觉得有理由的 那你说有没有极度看好的理由 没有 我觉得比较担心一点 那有没有其他的 比较highlight的一些 看空的点呢 或者不看好的一个点 看空的点 我觉得就是 首先是澳币的一个疲软 澳币的一个疲软 对银行有关系 对银行在国际上面一个融资 对吧 它的成本就会高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像CBA这种国际上 有一定声望的银行呢 它通常会在澳洲本土 以及海外融资 对 发行债券 那么它发行美元债券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三个月之前 CBA是发行了一部分的债券 包括其他银行 大概几十亿美金 那么四十亿美金的债券发完之后 它现在澳币涨了 美元跌了 其实相当于是 它融了四十亿缩水了 但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到汇率的问题 我是觉得 大家可以把澳币跟美元的一个价格走势 看一个长时间的图 如果你看近一个月的图 那没问题 澳币肯定是一个往上的 对 但是大家要看长远一点 大家要看三年 要看五年的一个周期的话 澳币很明显 澳币对美元是处在一个下跌的一个周期 而且我本人我也是看跌澳币的 这个我持非常重的反对意见 但我们今天还是多讲一些股票 没错 下一期周三晚上 我们继续关注我们 继续关注我们 对吧 然后还往下看的话 我觉得好像 这边就下了一个股票了 BHP BHP 对吧 那BHP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第三个股票 对吧 麦康的大表格 麦康的大表格 那关于这个BHP呢 我个人上来 就是跟前两只股票不一样 我先表达一下我的忧虑 我先表达 没错没错 我这个人怎么说 比较悲苦一点 比较悲观一点 对吧 高贵的小白菜嘛 先给大家告诉风险点吧 没错没错 那BHP呢 我觉得第一点很重要的是 我觉得全球经济面临一个 向下的一个压力 这个是肯定的 对吧 那所以说在大宗商品的需求端 我觉得是降低的 大宗商品的需求端是降低的 对吧 那所以说呢 对我们卖矿的一个大表格 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直接的一个业务压力 对吧 那第二点呢 我觉得现在我去看BHP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对吧 看到了一个财报 它现在的股息维持在大概一个5.8%的一个水平 对吧 那我表达了我第一点的一个担心之后 我觉得BHP可能跟CBA会一样 它也会降它的股息 我觉得这也是很大一个可能的 嗯 这也是很大一个可能的 是的 那第三点呢 就是一个政治因素了 我们都知道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 对 那也是中国也是澳大利亚 对吧 包括澳大利亚或者全球一个大宗商品 最大的一个买家 对 对吧 那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中澳关系 一个走势就是说 从最早大卖到牛肉 对吧 从牛肉然后到澳大利亚收紧海外资本 收购澳大利亚资产的一个监管 对吧 他就说我要控制了 他虽然没有明说我针对谁谁谁 但是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就是针对中资的嘛 对 对吧 那这一步到现在为止的话 无伤大眼 但是接下来这两步就比较关键了 一个呢就是中国那边宣布旅游禁令 对澳大利亚发布一个旅游禁令 这个很严重 对 那再就是昨天对吧 昨天火热的一个消息说 中国的一个教育部发布了一个留学预警 留学预警 留学预警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 像今天早上就我写了一个短信 对吧 我写了一个短信 跟我写了一个文章 我就说 澳大利亚为美国马首是瞻 你这是政治正确 没有问题 对 我理解你 我理解你 没有问题 对吧 但是中国的这个回应 真的是针针见血 打蛇 打七寸 打的就是你旅游 旅游 对吧 留学 那你 我觉得在接下来 我觉得像矿城 我觉得面对一个很大的政治因素 这是我对BHB的担心 对大表哥的担心 Jacky呢 Jacky怎么觉得 我持反对一件 其实呢 刚刚Alan说的是比较客观的因素 但我认为啊 真实的因素 跟股价不一定是100%相关的 虽然我们看到了这些 我们觉得美国市场不好 但为什么科技股还能创出历史新高呢 对不对 这个呢 我们要怀着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疑问 来解惑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它背后是有一定逻辑在的 好想知道为什么 那我就徐徐道 像刚刚的银行股和BHP呢 有一个统一的特征 大家猜一下 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在澳大利亚最大的几大板块 第一大肯定就是矿和加上银行 基本上加了半壁江山 对 那么我问一下Alan哥 如果是你是一家基金公司的经理 手握100亿澳币 你要投股市 你会买什么呢 我会买银行矿业 如果非要投澳大利亚的话 如果非要投澳大利亚的话 对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不得不投不得不买 其实美国科技股的情况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美国印的钱更多 他三月份四月份印了那么多 导致纳斯达克直接冲破了一万点 还停不下来 那么澳大利亚未来也是类似的一个局面 现在我们看到的 大家呢 还是比较理性的 因为澳洲政府也比较理性 印的钱少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BRP我持上涨的意见 第一个原因呢 是BRP股价和铁矿石肯定是息息相关的 没错 那么在本月刚刚的前几天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巴西的铁矿石生产商停产了 那么Allen知道大概的原因吗 有看新闻吗 因为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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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00多个员工感染了 200多个员工感染了 那么之后呢 停工 这个呢 会让我们知道铁矿石的重要产量下降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是四月份的铁矿石价格大概是540块 那么到了六月九号 六月十号是达到了798块 上涨了差不多是35% 那么BRP的股价呢 应该来说会比铁矿石的价格上涨幅度要高 原因很简单 铁矿石本身不赚钱 但是BRP的公司是赚钱的 就像我们买黄金一样 黄金从1700涨到1750 才涨50块钱 但是黄金的股票可能涨的远远不止这么多 没错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认为BRP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并且呢 巴西长时间 我认为三个月内不一定能恢复产能 那么第二点就是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进口虽然由于政治原因 或者是因为经济的下行 进口铁矿石少了 但是呢 价格不是上去了吗 刚刚我们说了 价格上涨35% 就意味着 我BRP今年出口量减少35% 总量没变 总的出口额没有变 但是呢 我的利润率上升了 对 对吧 反而对我是利好 所以呢 对铁矿石或者BRP这种公司呢 我们不要看它的供求变化 因为供求很难变化35%这么大 可能就10% 5%的减少 但是铁矿石的价格会变化很大 而价格背后是由谁控制的 不是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一直想要控制铁矿石的价格 或者有一定花点钱 但是没用 会的 我觉得会的 给它一点时间成长 给它一点时间成长 对 给它一点时间去储存或者是开发更多的资源 对 能够足够和这么大的产量和出口量亢衡 那么我们看一下全球 为什么中国不能仅仅依靠巴西 因为巴西的淡水河谷在19年的产量 只占到4家巨头 BAP IORIO和FMG 4家巨头的28% 占比非常小 对 如果是淡水河谷巴西的出口量全部出口到中国 也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 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敢这么强硬了 因为最后一张王牌 提防使中国不会也不敢亲密的限制 我认为 我对我这个观点尤为的反对 尤为反对 尤为的反对 那实际上中国就是从08年09年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一直在做的一件什么事情 人民币国计划 人民币国计划 包括一带一路也好 但是没啥用 没有 不是没用 因为中国是在下一个很大的一个起 对 那前一段时间之后 应该是大概两个月前三个月前 中国这边跟BHP签署了 以人民币结算的一个结算铁矿石 以人民币结算 那到现在为止 中国已经跟三大矿产公司 完成了用人民币结算 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就是最近的12年 对吧 因为08年之后 08年09年之后 中国政府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人民币国计划 对 那中国政府做这一步的背后下这个大旗呢 我觉得下一步是抢夺资产的一个定价权 大宗商品的一个定价权 当然了这个因为可能比较宏观一点 对吧 所以可能大家不会发现了 不会看到 那对于BHP 对啊 对于我们卖矿的大表哥 那因为我 我的一个预计说 因为美股会新高 澳股呢 对吧 还会上涨 那BHP作为一个蓝筹 它肯定还有上涨空间的 那但是呢 我想表达就是说 BHP存在这样的忧虑 是我比较担心的 对吧 午夜梦回的时候 午夜梦回的时候 如果我有BHP 我可能会惊醒 我可能会在想哇 中国政府这一次会不会搞他们 对 我觉得会的 我觉得是有可能 跟政治相关性太高 我觉得是会的 对 从今后有一位客户呢 跟我非常清晰的表达 就是说 跟政治有关的股票 尤其是中国政治有关的 像A2啊 像一些牛肉股啊 还有一些出口的种子类的 对 以及BHP尽量少碰 因为呢 包括旅游和这个留学 对 因为受政治因素影响 风险确实很大 对 但我认为啊 还是刚刚那句话 就是说 我们所考虑到的一些风险呢 根据科学的角度 都应该已经反映在股价里面 我相信所有人都已经知道 包括期今也知道 现在中国跟澳洲不好 那JP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 你的理论很简单 你的理论总结出来 就是市场是理性的 市场是偏理性的 我不认同 你不认同 我不认同 那如果市场不理性 怎么赚钱 因为很简单 对吧 因为你说市场是理性的 对吧 那我认可市场有时是理性的 但是大家很明显 大家去看第一季度 对吧 那为什么股市一直在冲 因为你明明经济已经放滑了 你疫情已经爆发了 但是股票市场无视这个事实 出现了一个非理性 首先是出现了一个非理性 极度的贪婪 那之后呢 对吧 因为爆发了疫情 出现了一个又急剧的下坠 对吧 那大家又从贪婪 立马转去了一个恐慌 是的 我觉得这个事实已经表明 我觉得市场并不是一个 非常理性的一个市场 我当然了 我不是说市场永远不会理性 当然市场是 有时候是理性的 那我个人的最大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认为这种不理性的繁荣 还会持续 至少6个月以上 在欧洲来讲 因为我的一个想法 或者我的一个逻辑 或者我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 接下来美股新高 接下来澳股呢 有可能还会冲上7000 对吧 但是这个呢 不是因为基本面多好 而是就像刚刚Jacky讲过的 大家都印钱 对对对 我除了去股市里边 找一个收益率 我没什么可买的 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原因 对讲到这里啊 插一句啊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数据 显示美国年收入 在15万美金以上的群体 在过去三个月 增加了80%多的贷款 那么收入在15万美金以下的群体 增加了220%的消费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现在资金成本非常低 资金成本很低 对 有能力运作资金的人 基本上呢 都是跑过去 借垮了 去投资 那么大部分的群体呢 咱们说一个家庭拿出20万 30万 40万 50万 去炒房 很难 很难 流动性不好 流动性不好 也没那么多钱 老外手里只有几万块 几千块 那么他超超股票 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面 二月份美国纳斯达克开户的人数是大概300万 一个月 那么到三月份 四月份的时候 激增到600万 在五月份的时候 纳斯达克开户的人数 美国人数达到1200万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听到这个信息 我第一反应 泡沫快破了 是吧 我要跑 要跑了 如果我有 如果我有仓位 因为上周的时候 我也有讲过 我讲过这个菜市场 菜市场谈论股票人多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抛了 尤其是听到这个 Jacky这样讲说 对吧 我更坚定了 我在等待每股 第二只脚的一个决心 我选择继续等待 选择继续等待 那么 关于大表哥 Jacky还有什么补充 对 我还有一些补充 就是说刚刚我们讲到的 市场上的价格 股价上涨 最核心的两大因素 那么我认为 第一呢 就是买的人更多 对 没错 现在呢 目前还是在跑步进入市场的 包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现在可能已经500个人了 我们想一下 我们第一次办活动 就有500个人 那么大家都是已经投资 或者是将要投资股市的 对 那么在墨尔本 这么小的地方 华人也不多 那么 我认为 后市还是有很多需求的 没错 这是第一 人会还会继续增加 第二个呢 就是资金量 是还在增加 现在全球啊 唯一还要加班的 除了我们 搞金融的 那么就是印钞厂了 对不对 对 没错 印了那么多的钱 对 那么基本上是印了去年的 半年的GDP出来 那么这样的一个体量 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啊 我们10块钱 能买一个馒头 那么现在呢 涨了50%的价格 也就是15块钱 才能买一个馒头 所以说呢 我们过去每年的贬值 我们说3%的贬值速度 CPI 跑赢通胀 但是现在我们要 跑赢央行 印钞的速度 才能够报值 我们要寻找收益率 寻找收益率 对 而唯一能够 跑赢50%增长的 房市不可能 那么只有在股市 没错 所以我认为 后续还会有资金 继续进场 没错 我也是这样认为 对 然后还有一个观点呢 就是在疫情的后期啊 我们呢 作为这个国际上的资金 我们现在正在从美国撤出 我们知道美国比较乱 美元在跌 美元在跌 很明显的信号 那么澳元现在呢 是当下最强势的货币堆 那么澳元现在受到很多国际买家的关注 那么大量的资金进入澳洲之后 能买什么 股市跟房市嘛 最大的 最大的 我们说他们讲是蓄水池 对 我们讲的是尿壶 对对对 是的 就是我们整体的资金盘啊 还是在增加的一个过程 既然人数和资金量都在增加 我认为现在呢 还不到我们马上离场的时候 那么反而呢 还要可以赶上最后一波 那总结下来的话 就是Jacky的观点是 激进应该大过保守 目前还是的 至少在短期到两个月 美股没有出现重大回调 我们在澳大利亚 幸运的是 美国是前一天晚上的市场 会反映到第二天澳洲股市 如果纳斯达克出现一个大幅度的回调 比方说跌幅是超过3% 5% 我们就觉得资金可能要流出了 所以呢 我们会有一个剧景 在这之前 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激进一点 尤其是 我的观点正相反 相反 我是保守大过激进 我是保守大过激进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在等第二个奖 对吧 现在就是在等一个泡泡 还是要等它破了 没有 它不会破 我觉得这一轮它不会破 它可能会缩小一点 可能会缩小一点 就是回调 没错 还是在等这样 这个是比较理性的 对 因为印出来的钱收不回去了 所以说呢 大幅的下跌不会 为什么3月份能够大幅下跌 3月份 2月份 3月份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银行呢 排起了队 大家去银行排队取钱 所以呢 市场上的钱本来是这么多 结果突然大家取钱存在家里了 连银行都不相信了 那自然就没有钱了 对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取走了一半的钱 然后呢 央行又住进来了另外一半钱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银又变大了 那我们再把家里的钱 又拿出来放到市场上去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我们的一个银变成一个半了 那么另外半个银 央行不会收回去 所以呢 这是我的一个核心观点 那么大家有问问题的 我简单的问一下 FMG FMG为什么比BHT长得多 FMG为什么长得比BHT多 那我觉得首先呢 FMG的话 它因为它的体积 比BHT要稍微小一点 也就是说它盘子小嘛 盘子小 所以它的上涨幅度 可能就是更敏感一点 再就是FMG 就是你可以说它不好 你也可以说它好的一点 它的产品非常单一 就是铁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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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BHT比较大 BHT的话对吧 然后因为矿 矿的种类比较多 所以牵扯到BHT的可能性 对影响比较大一点 那FMG很简单 它只需要盯着 铁矿石的价格就好了 对吧 那对FMG 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我刚刚之前有讲过 对吧 那再就是对FMG 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如果FMG继续往上走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 冲突去做空 我可能会选择 冲突去做空 如果是16块或18块 我大概可能觉得 这个时候 我在考虑 要不要冲突做空 Jacky呢 我因为有一些客户 是做矿的 是 那么他们跟我说 这个FMG 中资背景比较强 跟中国的业务关系 比较紧密一些 这是第一 第二呢 FMG呢 它的运输 还有它的铁路建设很完善 据说它的铁路铁轨 是自己建的 第二呢 它的火车 它就一个人 还有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 比中国还高级 高级多了 无人矿区 这是第二点 那么在19年的时候 它的无人矿区 就已经基本建好了 这就为什么PORCE 它的房价上不去 就是因为开发 这个城市的时候需要人 那么开发完了之后挖矿 不需要人了 无人矿区 那么FMG的整个现代化流程 是非常强硬的 那么BRP的整体 因为产业结构比较多 太大一点 太大了 船大 它修的时候不好修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上涨的敏感度 刚刚来说了 就没有这个BRP那么强 那我们介绍完两只股票之后 对吧 三只了 三只 对 那我们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我们要为大家宣传一下 对吧 GoMarkets 如果大家来看直播 会有什么优惠活动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就是说 先说一下做什么东西吧 我们是干什么的 就是用澳洲股票 美国股票都可以交易 但不是全部的 我们大概主流的三四百只股票 是可以做的 那么第二点 就是石油 还有黄金 这些都是可以做交易的 但是目前石油风险 稍微大一点 我们着重是推荐股票 以及澳元的一些 相应的一些外汇类的产品 那么交易费 也是比银行要便宜一些 我们目前的一个活动呢 我们目前的一个活动很简单 对吧 大家如果是在本周之内 选择来GoMarkets开户的话 对吧 前20位朋友 前20位朋友 前20位朋友的前20笔交易 是免手续费的 就是白股票 零成本 零成本 那我们正常的手续费 是多少钱呢 正常的话 我们是大概10块钱 或者是万分之八 就是1万块以下呢 是10块钱的交易费 没错 超过就是万分之八 对 所以说呢 不是很贵 另外呢 也是希望大家 对我们有一个支持 对 可以开户 少做一些交易 不用太多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这个整体的团队 会给大家每天 有投资一些信息分享 短信 邮件 以及股评报告 对 我觉得GoMarkets这个服务 还是比较一战式的 对吧 非常 怎么说 非常的全面 非常的体贴 对吧 我们现在直播间 已经522位朋友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去年呢 被评为全澳排名第一的 就是说在投资者的服务 以及呢 相应的一些领域 那么在金融领域的话 我们不是澳洲最大的 但我们能做到全澳服务 以及口碑最好的 我认为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支持 我们公司虽然不是最大的公司 但团队是澳洲最厉害的吧 但是最专业的 最专业的一个华人的一个团队 对吧 当然赛座的有很多朋友 比我们要专业啊 因为做的年份可能比我们久 没错 没错 对方向股后市如何 那么艾兰呢是强调不太看好 甚至呢可能还会下跌 我觉得是保守吧 保守大过激进 有的 有的不需要去割肉 如果你有20万澳币 你会买多少的银行股 现在买还是不买 我会买5万吧 如果20万要投入股票的话 对对对 我会5万 5万的银行股 然后5万的矿业股 然后另外10万的话 我会选择防守性的股票 防御性比较强的股票 对 我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资产的配置 像我的话 现在银行股的比例比较高啊 所以我比较激进 因为我认为呢 还是那个观点啊 就是说价格的上涨 最后是由资金的博弈推动的 没错 我看的不是基本面 因为现在基本面 已经跟股票价格完全背离 可以说 可以说没有那么百分之百的 澳洲还好一点 澳洲还好一点 但是还是那句话 澳洲为什么 你可以看对吧 最近10年也好 或者再拉长10年也好 那为什么澳股跑不赢美股 为什么 你不可以讲说 澳股对吧 那这就性价比太高 他不可以 就是你不可以说 他一直性价比高 就是没涨吗 没有 我是想说的意思呢 就是说 便宜有便宜的理想 贵有贵的理由 所以就是说呢 话说过来说 我冲入来 如果说我20万 对吧 那澳股跟美股之间 我做二选一的话 如果说你说 因为澳股涨得慢 所以澳股性价比高 所以我要买澳股 我觉得这个理由 是不成立的 对 我觉得这个理由 是不成立的 对吧 那我还是那句话 高 对吧 贵 有贵的理由 便宜有便宜的理由 那因为你之前过去10年 你跑输了 对吧 澳股你跑输了美股 是的 那接下来 我而且还认为 你还会继续跑输美股 对吧 那所以我的观点是 这个有个专业词汇 叫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 对 就是对我们来讲 如果是80后和90后 我认为对资本的回报 追求还是比较高的 没错 同等情况下 我们更希望 我们选的那只股票 是阿德佩 两个月翻7倍 而不是银行股 一年涨7%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对不同的年纪的 年纪阶段的投资者 可能需求不一样 那么银行股呢 跟Ellen也说了 是一个稳定的 那么不会有太多的跌幅 现在没有的朋友 可以少量的配置 但还没有到暴涨的时候 我觉得是还没有的 我还在等嘛 我还在等 还有可能下跌 没错 没错 还有可能下跌 没错 那我们谈论完 这个BuyCount的大两个 我们下面还有一只股票 还为大家准备了一只股票 对吧 那这只股票 我相信我们华人都知道 对吧 那它也是我们华人的一个骄傲 关于阿里巴巴 Jeky有什么观点跟看法 阿里巴巴 我相对比较熟悉 第一个呢 我没钱 我经常在偷玩买东西 哈哈哈 他们业务很熟悉 对他们业务很熟悉 这个支出宝 我也用的很熟悉 虽然这个现在关联度不是很大 那么整个阿里巴巴的股价 它现在是在香港上市 它回归了一个港股 现在是美股跟港股 都有 对都有 那在我们这里 大家买的是美股 我认为阿里巴巴 是未来中国 除了华为以外 最有潜力的一家公司 除了华为之外 除了华为 但是华为也没有股票 对我们没有股票 我们也有华为的客户 所以说我们觉得没有能力去 不懂IT 所以没办法有股票 那么只有阿里巴巴了 相比于同等级别的公司 像百度 像腾讯 我认为在阿里巴巴面前 都不值一提 不知道Alan怎么看 同意吗 腾讯和百度 百度可能没得一提 但是腾讯 我还是非常看好的 我觉得腾讯非常好 腾讯跟阿里 是我最看好的 应该两家中企吧 但我站在道德的高点上 质押你 我认为腾讯开发了太多的游戏 不道德 但是现在大家很简单 我们说 怎么说 接下来的事件 接下来的事件 是属于科技股的一个事件 这是一个观点 再就是腾讯 如果说阿里跟腾讯之间 哪个更偏向于科技股 毫无疑问是腾讯 当然你可以说阿里的云 可能要跨过腾讯的云 但是在两个公司 我就说整体来说 腾讯更偏重于科技股 它具有的科技股的属性 可能更强一点 再另外一点 我们不需要站在道德的高地区 去批判哪家公司怎么样 我是觉得因为他腾讯 他做这个游戏也好 赚钱能力非常强 而且接下来的事件 接下来的事件 我相信 随着80后陆陆续续的老去 90后成为这个事件的中间力量 包括00后走上来 我相信大家对于一个 虚拟事件的一个看重 我觉得会越来越看重 就是在现实跟虚拟之间 很多人可能就是 他更偏向于虚拟的事件 所以我觉得这个前景 我觉得腾讯也是非常光明的 所以说Ellen 这么保守 这么不乐观的一个人 现在也是认为科技股 事件还是科技的未来 那么我们既然不懂IT 我一直的观点就是我们不懂什么 但它是未来我们就要成为它的股东 这是我一直的观点 没错 我们要参与一下 要参与一下 就是靠股票 那么阿里巴巴为什么我特别看好 一定要推荐 就是因为美国的股票 大部分都已经涨上天了 但是阿里巴巴没有涨太多 没有涨太多 对 另外阿里巴巴旗下有几家公司 马上要分拆上市 这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因为我前段时间有幸帮四大的朋友 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给他们做了一些 关于阿里巴巴的一些股评的一些推荐 我以为是培训你 就是我给把我的报告分享给他们 因为四大会经常对 要需要作为阿里巴巴集团 做一些审计 那么它也会保持一个预估和预判 我们就会提供一些金融的建议 分享给他们 那么从中我得知 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些公司 像这个厄拉玛 厄拉玛竟然是阿里巴巴的 他是啊 在以前我不知道 古老板了 那么还有就是像菜鸟 菜鸟网络 菜鸟物流 那么都是阿里巴巴的 那么这些公司 未来是有上市计划的 那么整体估值的话 如果其中任何一家上市 那么估值就会在现有的基础上 扩大至少三到四倍 因为它旗下的这些公司 都是属于半科技类的公司 估值给的会相对较高 对 那么整个阿里巴巴集团 作为最后的一个股东 那么它的股价 就会按照同等比例来上涨 理论上是的 理论上是的 除非是由美国来做空 没错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 对 这个问题就是说到阿里 对吧 我现在是 因为我们无论从基本面 还是技术面 它都没有问题 对 它唯一一个就是我对阿里 比较担心的一点 你就说 这个也会有担心 唯一一点的担心 唯一一点的担心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 因为中美关系确实有恶化 对吧 我也有讲过 也肯定会恶化 对 也肯定会恶化 因为已经在一个明显 一个下跌通道 我们讲 那在特朗普政府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一直动作不断 前一段时间也签署了 这个针对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 一系列的一些法律条文 对吧 那因为我们的咖啡事件 对吧 没错 给了他们一些口实 让人家抓住了一些小尾巴 对吧 那人家现在制定了一些游戏规则 我觉得阿里有可能 阿里有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政府 对吧 针对中国 对没错 一个下手的一个对象 我觉得这一点 大家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 我认为不足为律 不足为律 对 我们可以认为华尔街可以做空阿里巴巴在香港的股票 但是呢 因为它在 在美国的股票 因为它在香港也上市了 没错 那么香港的背后是大陆 而阿里巴巴背后绝对是中国政府 对 大家实际上可以看到 我这里有放了 这个图实际上很复杂 大家只需要看这一块就好了 那这一块呢 就是香港的 就是阿里巴巴的香港的股价 跟在美国股价的一个走势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一致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 所以说呢 刚刚阿里那点担忧呢 我认为还是可以被缓解的 就是如果是大量做空在美国产生了 那么在香港 中国的机构可以买回来 在香港有国家对支撑 可能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的担心呢 就是说 因为美国那毫无疑问 肯定是国际资本 对吧 是更有话语权 对 那在香港的话呢 我还是觉得国际资本 这样的比重会大过中资 对吧 但是那你说 国家对不习战 我就是要去救阿里 那肯定得救 如果说的有点远 我说的稍微有点远 稍微有点远 在政治问题上稍微走的有点远 但是没有问题就是 反正我是担心的 我认为有一点隐忧的 不担心 不担心 我认为非常不担心 强调说了好几句 不好意思 中央的事情说三遍 说三遍 因为前段时间 我们知道在3月份 4月份 还有去年 包括香港的那个事件 反送中法 出来这么大量的国际机构 做空香港股市 我们看到了做空之后 很多空头 被中国政府的资金 直接绞杀 实际上你可以说它做空 但是我更想理解 就是我更愿意去理解 就是说是资金的一个出走 对吧 因为香港外资的流行 没错 因为我要从香港的楼市里边 我要从香港的股市 然后出来这个样子 对吧 那关于阿里 还有什么要补充 阿里还给大家补充几个 基本面的一些情况 除了刚刚我们所讲过的 那么阿里呢 很多业务 它的科技含量非常高 我们对比一下美国的科技公司 为什么亚马逊 谷歌 这些科技巨头呢 那么在15年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 这两只股票 肯定会突破1000块 那么它背后的逻辑呢 就是它会有一个云服务 什么叫云服务呢 就是我们现在基于的处理 所有数据 大家在网上保存在云端 保存在我们的网络上 是这些呢 传统上来讲 我们是保存在机房里的 就是一个小黑屋 保存在硬盘里 硬盘里 一个小黑屋里面是机房 那么摆了密密麻麻的机器 现在不需要了 现在全部都是构建了一个云端 那么就不需要硬价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全球就会展开新的 这个科技竞赛 那么就在云端 现在呢 我们知道腾讯有腾讯云 阿里有阿里云 那么谷歌有谷歌 还有这个亚马逊云 全球市场战争额最大的是亚马逊 所以呢 亚马逊的股价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面 是远远跑赢了谷歌 一开始是一样的 后来是远远跑赢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是阿里的云端 跑赢了图讯 所以我认为未来啊 在云端领域 它的利润率是相当高的 那么我们做传统行业 利润率可能是10%到20% 但是阿里云的利润率高达30%到60% 基本上是一本万利 因为它只需要维护嘛 我们若要使用的话 每年是需要给它钱的 那么使用的人越多 我每年都依赖它 我每年都是源源不断的 给阿里巴巴送钱 那也就是说总结起来的话 对于科技股来说 对吧 那云服务可能是他们的下一个蓝坛 不说可以是他们股价下一个起飞的一个爆点 是的 对吧 像澳洲我一直推荐的是ATX嘛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选择科技股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一个有垄断能力的 第一核心技术垄断 第二它能赚钱 它可以赚钱 一定要可以赚钱 有正的现金流 咱们比方说一对夫妻 或一对情侣 出门吃饭 结果南方没有钱 虽然我能看到你南方未来是一匹黑马 对吧 阿里巴巴现在没有赚钱能力 但你说五年之后你能赚钱 没问题 花饼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 整个全球经济这么差 如果后面没有资本愿意去投资了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哪一些公司啊 像那个Cowork啊 那么当年想要在美国上市 就是合作办公室 WeWork WeWork 对对对 那么后来呢 因为不停的烧钱 没有人愿意投了 对 孙正义 孙正义亏了几百亿美金 没错 所以说呢 我认为科技股一定要选择能赚钱的 对 那么这样它不仅是代表了未来 它还能活在当下 对 那实际上这一点就是对于科技股的认识 我们是有公识的 对 那但是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 刚刚因为Jacky说到对吧 嗯 软银 孙正义的软银 孙正义 投资WeWork 对 然后出现了一个巨亏 那我想说呢 就是说大家看到了这个现象 对吧 或者大家看到了这个这个事实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现在经济我觉得确实是不好 确实 大环境确实是不好 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站出来 你去 你去冲出来说我要创业 嗯 对吧 我要创业 我要做这个 或者我要做那个 这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嗯 这可能不是好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结论 那第二点结论的就是我刚刚就又要验证我自己的一个论点 嗯 现在大家对于股市来说对吧 对于任何的一个投资来说 我还是觉得保守大过于激进 嗯 保守大过于激进 因为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吧对吧 然后有在问这个CSL对吧 实际上关于CSL我的个人看法是基本面没有问题 嗯 对吧 因为接下来你甭管说呃这是一个放缓的世界也好对吧 还是一个加快的世界也好 因为CSL是属于一个医疗板块 嗯 对吧 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又是处于一个老年人的社会 那又因为疫情的问题对吧 因为疫情的问题 这个一对医疗板块我就是有提振的 是有足够支撑的 对了对了 CSL的基本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嗯 那但是唯一我唯一的担心就是我一直反复的在讲 嗯 对吧 对于一个现在这么高的一个股价 现在这么高的一个大庞 嗯 对吧 如果你是我现在去去去追涨CSL也好 去怎么 我觉得可能还是保守一点 稍微保守一点 如果你要追涨清仓 清仓 清仓可以配置 没错 没错 难得的买入啊 我刚刚有讲过嘛 20万对吧 5万 5万的银行 5万的这个矿业 嗯 对吧 那另外10万的话可能防守防御类 CSL就算防御类 CSL防御类 Telstra防御类 嗯 然后Woolies算是防御类 还有Cose 嗯 对吧 那这几个我觉得可以的 大家如果跟不上Alan刚刚推荐的这些股票啊 就是说加一下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加一下留下信息方式啊 之后跟我们要一些这些资料 信息 我们都会分享给大家的 另外呢 就是开户啊 入金这些情况呢 我们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 主要是希望大家 开户没有任何的限制 对 也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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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所以说广告再打一遍 广告再打一遍 那本周开户的对吧 前20位朋友 前20笔交易 嗯 Jacky买单 对吧 Jacky买单 因为我们赚的也是辛苦钱嘛 没有没有没有 Jacky买单 不要问什么辛苦钱 对吧 或者这个钱 是大家买股票赚的 Jacky买单 嗯 好吧 行 没问题 既然大家这个赚钱都不太容易啊 就是还是我回到刚刚的那个地摊经济啊 就是副业的这个问题 那么在澳大利亚呢 我认为啊 要选择一个行业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一直付出劳动 不需要一直付出时间 就会产生收益的 那么随着我们的经验越来越多 那么这份收益会越来越大 对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而不是说我今天来购买上班 我有几百块钱的工资 我明天请假了 我就没有了 不要影响我 Jacky不要影响我 所以说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啊 就是说哪些行业是能够自我运行 自我创造财富的 负利 负利了 负利了 对 然后呢 为什么我再补充一下阿里巴巴呢 我再补充几点 那么其中还有地摊经济啊 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受益的 那么唯一百分之百受益的是阿里巴巴 是淘宝 因为大家需要进货 对不对 没错 我本来我这么多的一万亿 每年一万亿美金 阿里巴巴去年的交易量是一万亿美金 那么去年这么多 那么现在呢 哎 鼓励大家进货了 以前我是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的买 现在我一买就是一千件 一万件 那它的交易量就会激增 就是按照十倍 二十倍去激增 现在鼓励全民摆地摊的话 每人买一千件衣服 那是多少 库存都被消化没了 所以说呢 那我认为呢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对阿里巴巴也是一个变相的利好 第二点呢 就是大家宅在家里的话 外卖还是很火的 而饿了吗 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是阿里奇价的 第三 为什么澳大利亚的网上买东西这么贵 因为物流贵啊 澳大利亚澳洲联邦的 大家买一件东西 买一件衣服 要基本上一个星期才能游到家里 对不对 效率有点低 太低了 我刚来澳洲的时候简直没法活 那么骑的是蜗牛 哎 蜗牛的速度 对 那么在中国的话 同城当天到达 北上广深 辐射的区域也是当天到达 那么这种物流网络 是来自于阿里旗下的 太鸟网络的一个建设 所以说呢 我认为 阿里集团在中国 已经是深入到最后一公里 那么深入到最后一公里 背后呢 是大量的智能化 和技术上的一个处理 所以呢 阿里不是京东 京东物流自己建 那么阿里的物流体系 它是由各大快递公司 合资入股成立的 它是一个合资 那么阿里做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进行一些云端的数据处理 以及智能化的管理和分配 分配所有外汇 所以 插了一个广告啊 对 分配所有物流和快递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流程 所以说我认为它未来的前景是非常非常大的 总结起来就是阿里没问题 阿里没问题 对吧 那再说多一句就是 又印证了伟人的那句话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是的 对吧 对的 那以上的现在就大概是我们今天 对吧 讨论 或者跟我跟Jacky互相攻击 对吧 互相谩骂的一个主要理由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开始回答一下客户的问题 是的 那第一个呢 问题我现在看着就是说 基本面上澳大利亚有哪些亮点 基本面澳大利亚的亮点 我认为呢有三大 三大亮点 对 第一个呢 是政治稳定 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这个 这个居民和火热啊 上街游行 那么澳大利亚的游行是非常温和的 也是证明了 目前澳洲自由党带领的政府呢 得到了大量民众的一个支持 第二点呢 是疫情控制的非常好 我们看到维州好像今天是零增长 维州零增长 对 对对对 是的 所以说在全球范围内看的话 澳洲在零增长的情况下 依旧这么保守 群众这么的耐得住寂寞 是不是 我认为呢 对对 星期实际上周末上街是因为黑人 对对对 也是很和平的 没错 对 没错 所以我认为呢 整体来讲的话 澳洲目前的社会稳定性 是全球排在前面的 对 第三点呢 就是澳联储啊 印的钱很少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三点呢 分别是政治 经济和央行 央行印的钱少呢 就代表澳币更值钱 在社会上 全球 社会上 它更少 那么就更值钱 所以说政治稳定 经济呢 不苏比其他国家要快 对 那么央行印的钱少 所以我认为澳洲呢 政府现在的亮点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对 那就是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Jacky有讲过 这三个亮点呢 对吧 我确实也非常认同 嗯 但是就是刚刚Jacky讲过的 我再补充一下的一点就是 因为澳大利亚的经济体比较小一点 对 因为澳大利亚门口比较小一点 是的 因为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 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呢 如果说全球的经济出现拐点 嗯 它可能会比较反应的 就是反应比较早 抗风险能力很差 船小好掉头 如果说是这个 美国是CSL 一家大的科技公司 加上医疗巨头 那么澳洲可能就是一个仙谷 仙谷 所以说风险 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弱的 对 如果说是 对吧 因为 我说了 我有看跌澳币 我有看跌澳币 对吧 那对于澳股呢 我觉得我对他信心不是很足 我对他信心也不是很足 但是你说第二只脚什么时候踩下来 那可能我会选择继续等待 那如果我错过 那我可能是错 因为我本身是我现在有黄金 有黄金 可以说的好 终于把Ellen的压箱底的股票给套来了 因为我刚刚看到有朋友 然后就来问 推荐一个最看好的股票 因为我说到我自己有NCM 对我现在推荐NCM 对吧 那价格没人说吗 28块钱左右买的 现在呢 有看吗 现在29块左右 29块 现在29块左右 跌到28以下 大家买 那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就让我跟Jeky 我中间有聊到过 那如果大家要做一个股票的一个配置的话 那我个人的观点很简单 我个人的观点是防守大过于激进 防守大过于激进 那如果我有20万 我会5万块钱银行股 5万块钱矿业股 然后另外10万块呢 会这个防御型的 那防御型的 因为我已经有NCM 我会再配置的话 我会选择CSL 我会选择Woodlees 我会选择Telstrand 我会选择Cose 我会这个样子 还是防守比较多一点 防守对吧 防守对 没错 那这样子的话 那Jeky为大家推荐一下 你个人比较看好的股票 好的 我个人推荐的就是 其实按理说 麦克说 今天咱们尽量少推荐 让大家开了覆之后 不听他的 那么我们也分享一下 就是真心实意的 像我现在呢 银行股是有一些的 然后呢 这个我想要买的股票 是TWE TWE TWE 那么大部分人 可能不认看好 包括麦克也不看好 因为中澳关系不好的话 对红酒的这个出口 限制很多 那我说一个非常 简单的点 就是说 咱有钱没钱 生活如意和不开心 咱们都要喝点酒 对不对 一个人寂寞了喝点酒 然后举家欢庆喝点酒 所以说呢 酒包括中国的茅台价格 为什么涨那么高 就是因为 一它是一个社会的 基本刚需 第二 它是有投资属性的 比方说一个 多少年的茅台 越来越升值 对不对 那么多少年份的红酒 也会越来越升值 最后一点 第三点就是 红酒本身的保质期时间 其实是非常长 因为你最后呢 能不停地去调队 有不同的口味出来 所以我认为只要自己本身附带投资属性的产品 要记住啊 本身附带投资属性能够升值的产品 那么它背后的股公司都是有升值潜力的 我认同 我认同 那我们就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就是粮食股要不要考虑一下 我先挨 你先挨 因为粮食股 确实我没有研究 粮食股呢 也是之前应用我们的一个VIP客户 那做了一些调研 我认为他说的观点非常不错 就是说全世界呢 确实未来呢 是这个粮食荒的概率是很大的 因为粮食呢 跟地产是一样是有周期的 但是呢地产现在是饱和的 它的储存的时间也很长 比方说地产 我实在是 没地儿住了 我可以去乡下 我可以迁移 但是粮食不行 粮食是我们生活必需品 如果这一季的粮食 我们没有很好的生产 像三月份疫情 生产粮食的数量降低了 那么未来 粮食降格必然要上涨 你房子现在50万 涨到100万 我可以不买 但是粮食从5块钱 涨到10块钱 我必须要买 我必须要吃 必须要吃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硬通货 那么在全澳来讲的话 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 干粮食 什么叫干粮食呢 就是说我们水果不算 因为水果我们可以不吃 像我现在去超市 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买水果 我就不买 但是像粗粮 像大卖小卖 这个是我们必须的 那么澳大利亚就是一家公司 叫做JNC 我们在三块钱的时候 也是推荐过 那么现在也是涨到4块多的 所以说大家需要把它添加在 叫收藏夹里面 Washlist Washlist里面 所以说存在一个钢区 存在一个钢区 对 那我们进行往下走 那GoMarket可以交易港股吗 我来简单回答一下 现在是不可以的 但是公司呢 正在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跟各方 然后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配合 我们希望可以就是尽快吧 可能在今年 对吧 然后最慢的可能明年 我们会上线港股 但是大家也不要担心啊 如果是我们有了账户 哪怕资金少一点 我们如果是问我们关于港股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回答 因为过去呢 我跟Alan之前 小米股价在8块多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无数次的说起 要买一点 那么最后涨到12块 两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 所以呢 香港部分的股票 包括紫金矿业啊 很多华人不太懂 但是呢 不懂可以问我们 我们是有渠道了解的 所以说大家无需担心 对 我们是 股票界的白小生 对吧 那另外一个朋友问 京东可以考虑吧 还是我来回答 实际上逻辑是一样的吗 我们得快一点 因为我看 现在下边好像还有几个问题 好 京东的话 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因为京东的个人次反太强了 马云可以离职 但是京东 刘强东不能离职 这就是最大的风险 另外呢 京东的物流体系建立的成本太高 现在是全民合作的时代 如果是单一公司 想要把物流体系和线上的电商 全部一家打包的话 它的成本太高了 京东呢 之前刘强东已经发 我是说不给快递员基本公司 那么引发了业内的一个大肆的反对声音 所以这就是他想吃独食的一种感觉 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像马云是分享 他是吸引所有的快递公司 大家合资 一起开公司 所以我因为京东在长期看 大家不需要去买入 你不仅怀疑京东的股价 你还怀疑东哥的能品 值得怀疑 有钱科的人 实际上京东是腾讯系的 腾讯系 对京东是腾讯系 对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基建板块会涨吗 目前看是的 目前看是的 是的 因为我个人对基建板块没有太多的关注 对了 卖个关注的比较多 是啊 对 但是同样基建类的 我们说悉尼机场它也算 悉尼机场对 这也算 为什么呢 就是航空公司 它虽然呢 一架飞机不飞 那么每天都是支出 但是呢 悉尼机场 不管你飞不飞 你都要给我保护费 没错 这也是我 我怎么说 我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讲 因为大家有关注A股的朋友 我想跟就是 本来想放到下期那种讲 A股当中 我特别看中上海机场 我觉得这支股票值得10年拥有 或者接着 值得接下来20年30年拥有 悉尼机场也是了 可能逻辑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上海机场 我能更看好 好吧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直播的所有内容 对 对吧 那今天呢 因为是我们公司第一次的直播 是我跟Jacky呢 来为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跟一个讨论 那也希望呢 我们团队对吧 跟就是整个公司 我们的用心 跟我们努力 希望被大家看到 希望被大家理解 最好都赚到钱 对 那当然 那当然 这个事后 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对吧 赚到钱的话 那就是后边的这件事情了 对吧 大家添加一下小助手 另外呢 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 大家加了小助手 可以要我们的股评报告 对 然后呢 新开户的朋友 还是刚刚安伦说的 我们最后再说最后一遍 就是前二十个开户的朋友呢 前二十笔家也是免费的 那么对于老客户来讲的话 对股评如果是有疑问的 或者是对股票 想要投资了解更多的 随时问 随时问 对吧 我们都在 我们一直在 我们一直在 我们是大家的人 那么下周三的话 是同一时间 大家还是可以 在我们的群里也好 收到我们自己 发的这个信息也好 都可以参加 我们这个网上的直播 对 关于开户的问题 实际上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就是 我们会在群里 发一个开户的链接 对 对吧 大家只要点击 然后就好了 很简单 开户是免费的 开户链接是在 这个聊天栏里面 我们的同事呢 已经放在里面了 所以说呢 非常感谢大家 晚上这么晚 陪我们一起呢 看我们两个老男人 在这里聊天 坎大餐 今天没有答气了 下一次让大家看起来 看一下答起来的样子 好吧 那今天呢 就是 这些呢 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对吧 那我是GoMarket's Island 然后这是我们GoMarket's Jackie 我们大家下期节目见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晚安 可以吗 时间没有把握太好 że这个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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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でき